大家好,我叫梁海文 今天我们来到香港试驾第四代吉姆尼 那么这台车虽然说它的车身尺寸比较小 但它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字 硬 有哪些地方比较硬呢 首先是外观上面 它在车身设计上面采用了很多笔直的线条和直角的转角 所以说它给人一个翻盒子的硬朗感觉 另外它在底盘上面依然采用了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的结构 它对这个底盘的刚性进行了增强 在底盘的中间增加了一个交叉梁 在底盘的前后都增加了一条横梁 所以说整体的底盘刚性要比这一代车型要增强不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呢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方正 比起第三代车型的话 这个车头的变化是最明显的 车头是采用了这个比较笔直硬朗的横向线条 所以说看起来它整体的这个视觉效果会更加的刚毅一些 另外在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底盘还是比较高的 离地间距达到了210毫米 它的接近角是36度 远去角是50度 这得益于它这个前后旋都是做的是比较的短 所以说车身的四个车轮基本上就是处在车身的四角 这样子的话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越野的通过性能 来到车尾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把这一个备胎进行了外置被挂式的设计 反正主流的越野车基本上也都是采用这样的设计 来到车内它给我的感觉是依然处在上个世纪末的阶段 为什么虽然说它的造型设计是有所改变 但其实在这个设计上我看不出是有什么跟上潮流的地方 反而是在用料上面我感觉它依然是全部采用这种硬塑料的材质 首先在这个质感上面就给人感觉并不是很高档 另外在设计方面我也看不到有一些是跟随潮流的地方 比较大的亮点就是这个空调系统终于采用了一个LED的屏幕 所以说这是整个车内唯一一个是相对比较亮眼的设计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这台车的驾乘感受 那么这台车它总共有三个驾驶模式 第一个就是两驱 第二个就是高速四驱跟低速四驱 那么它低速四驱能够把扭矩放大两倍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手动挡车型 则是能够把扭矩放大2.6倍 但是其他的方面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也没有运动模式 也没有一些方向盘转向之类一个手感的力度可调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开起来的感受怎样 首先就是方向盘的手感 它手感是稍微偏重的一个类型 然后它的转向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从最左达到最右将近四圈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越野车的一种设定 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到它整个车的这个虚位还是比较大的 这么甩来甩去它还是能够走一个直线 如果到弯道当中 你就会知道它整体的这一个指向性是相对模糊一点的 就你没有办法以一个很精准的转向去走出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线路出来 而且这一台车它整体的重心比较高 离地间距达到了210毫米 所以你坐上来 你会觉得你不是坐在一台小车上面 你更像是坐在一台就是中型或者中大型SUV上面 整体的这个坐姿高四叶也是比较开阔 但是在弯道当中 它整个车的这个重心偏移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另外它在转向的感受方面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两驱车的特性 你很容易就是能够把这个车头转过来 然后因为车身比较小巧 所以说它在弯道当中也是足够的灵活 就是动力稍稍欠缺一些 在遇到一些上坡路段 我相信全油门加速发动机 基本上要到4000转左右 才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充足的动力 但车速也是很难上到100公里以上 因为它毕竟排量小 然后呢 整体的动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就是你没有办法开得快 虽然说弯道表现很灵活 但是它重心也偏高 车性会比较大一些 你也感受不到有多少加乘热趣在里面 然后当你遇到一个转盘需要掉头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它这个方向盘转向 真的是要比较大 然后回方向也要回一个比较大的幅度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这台车 它驾程方面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动力要偏弱一些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搭配4AT变速箱 这个组合它在平顺性方面没有问题 就你在城市用不断行驶的话 它能给你一个比较平顺的一个加乘感受 但是你要想有一个好的动力表现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车的动力的确是偏弱一些 第二个就是它的悬架表现 那么这台车它在底盘刚性方面有做一定的增强 同时它也在大梁跟车身的连接处做了一些软性材料的连接处理 所以说它在化解这个垂直方向上面的震动 其实是要比第三代车型做的更好的 就是你通过一些小的坑挖路段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一种刚中带油的这一个特性在里面 它不会让你觉得做起来会比较的颠簸 或者说是有遇到一些大坎的时候 它不会有一种弹跳感 就是在舒适性方面 我想其实应该比第三代车型有那么有一些进步的 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一个方向盘 转向其实并不算精准 那些转向的幅度也偏大 所以说这台车其实最适合它的地方还是一些野外路况 这次试驾有点遗憾 我们没有体验到这台车的越野性能 但其实它跟第三代车型 其实采用的是同样的这个分时四驱系统 在这个动力方面其实提升也并不算大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跟这个4AT变速箱的搭配 其实更多的是在舒适性方面 在城市驾驶方面有所改进 我个人感觉这台车它最大的提升之处 主要是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外观方面 它可以给人一个更加硬朗的感觉 第二个是在配置上面 它增加了一些主动安全配置 第三个就是在行驶舒适性方面 它比现款车型是减少了那种硬邦邦的一个弹跳感 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刚中带柔的一个韧性 所以说这台车比现款车型有进步 但并不算大一点